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亲爱的朋友,平安 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单元是信仰QMA 主耶稣说,信我的人有永生 因为耶稣呢,已经为人死里复活了 可是呢,这个永生呢 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体会到呢? 耶稣的复活跟我们生命的得救 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就来听听前牧师的分享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二到十九节 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 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 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若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并且明显 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 因为我们见证 神是叫基督复活了 若死人真不复活 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 因为死人若不复活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基督若没有复活 你们的信便是突然 你们人在罪里 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 我们若靠基督 只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我想这一段经文 保罗已经说得够清楚了 复活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我们也就灭亡了 但是一般会觉得 讲到最后的那个灭亡永生 好像还很遥远 耶稣的复活 难道只关系到那么遥远的未来吗 其实耶稣基督的复活 不只是到最后的那个复活 其实耶稣基督的复活 也是在今天也要表现出来 因着信靠他这位活着的主的缘故 就要我们生命当中 本来已经没有盼望的事情 如同死了的事情 有了转机 仿佛复活了一样 我们来看圣经里面 所提供给我们的这样的一段故事的记载 这个故事我想各位应该也很熟悉 不过我们来挑几段经文来看 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 三十九四十四十三四十四 还有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请你翻开来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请听我来念这几段的经文 讲到拉撒路的复活 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 那死人的姐姐 那死人就是拉撒路了 马大就对耶稣说 主啊 他现在必是臭了 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 耶稣说 我不是对你说过 你若信 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 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 拉撒路出来 那死人就出来了 手脚裹着布 脸上包着毛巾手巾 耶稣对他们说 解开 叫他走 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我 生命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着 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这个故事里面 讲到 耶稣在拉撒路 死了四天之后 才去到拉撒路的家 所以拉撒路的姐姐 看到耶稣的时候 她对耶稣说 主啊 她现在一定是臭了 她都死了四天了 对犹太人来说 他们认为三天之内 人的灵魂还在 到了第四天 人的灵魂就走了 所以已经完全没有盼望了 但是耶稣就是在这个时候 到拉撒路的家 所以这个故事表达的乃是 我们今天信靠这一位神 不要忘记 他不是死了的神 他是复活的主 他如今仍然是活着 耶稣基督要让我们知道 在我们生命当中 一些看起来没有盼望的事情 已经死了的事情 却要因着信他的缘故 能够看见死灰复燃 重新有生机 当我们最后面对 那个死亡复活的生命的时候 耶稣基督的复活 也要在我们的里面 使我们能够得祥永生 感谢主因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 使我们能够去经历到 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那不知道透过今天前牧师的分享 对于这个耶稣死里复活 跟我们之间的关系 你是不是有更深的了解呢 当然如果你还有任何的疑问 你也可以持续地写信给我们 进到救恩之声的留言板来分享 最后我想送给你这首歌曲 再活一次 这首歌里面呢 不断地唱到说 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很盼望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 这个大能 使你的生命重生得救 得以改变 我们就下一次孔弱再会咯 拜拜 你可以再活一次 重新再活一次 再活一次 把旧的岁月埋葬 让新的生活开始 我永远在耶稣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 我永远在耶稣基督里